看惯了那些年导演亲自去逃窗帘布做衣服 鼓风机吹衣服 全员共用一根口红 没钱买鞋带就撒枸杞 和这些剧组比起来 近期热播的亲爱的热爱的剧组简直就是豪气冲天 在这几天的剧情中 男主带队去三亚集训 还上研究的酒店房间成功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细心的网友根据房间的各种细节扒出 这是某三亚酒店的波赛东水底套房 价格高的惊人 要价高达18888元一晚 看到价格的网友不禁留下了贫穷的泪水 说好的刚花了950万买了项链送给童年 穷的个人借钱要破产了呢 观众理解的穷和剧组理解的穷好像不太一样 亲爱的热爱的剧组已经不是第一次 被网友发现特别有钱了 韩商言俱乐部房间里的迪士尼城堡积木 看着不起眼 其实价值上万元 韩商言带童年去买礼物 一口戏买下了28个游戏盘 平均一个算300元 再加上玩游戏用的PS4等设备 价格也接近2万 神奇的是韩商言还说自己没钱 要和表弟吴白借钱 而且一开口就是5万美金 请问这种一借就是5万美金的朋友要哪里找 给观众来一打好吗